铺天盖地的压力 加上身体周围迷离的光芒 让奥斯卡汗如雨下 幸好有蓝银领域不断激发着他体内的生命力 沙神领域又带给他无与伦比的强大信心 他才能继续攀登 在山下观看的众人已经握紧了拳头 他们知道最后的关键时刻来临了 大家在心中为奥斯卡默默地数着阶梯的级数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吧 到第九十九级台阶里 奥斯卡第二次停了下来 这一回他比之前停顿的时间要长 没事 我还有一根茬呢 他吃下了第三根复制镜像茬 因为又有三分钟过去了 在第九十九级台阶处卡顿 是唐三给伙伴们定好了的战术 因为到达一百级台阶之后 压力会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 大家在九十九级的位置先调整一下 然后再继续向上才会更有把握 唐三站在奥斯卡身边 对于他来说 在两大领域增幅下 来到这个位置并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 看着汉如雨下的奥斯卡 唐三向他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 奥斯卡可不敢做出太大的动作回应 哪怕多一丝魂力消耗都可能导致最后的失败 他只向唐三眨了一下眼睛 递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眼神 消耗 上 唐三大喝一声 奥斯卡终于迈出了自己的第一百步 踏上第一百级台阶之后 奥斯卡顿时感觉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的压力 悍然而止 让他还没有站稳的脚险些向下滑落 不过 他还是勉强稳定住了摇摇欲坠的身体 而此时 奥斯卡只觉得自己身体周围突然变成了蓝色 紧贴着一股股庞大的生命力注入体内 唐三利用蓝银领域与八猪毛的联合技能 吞噬金丝 将自己的魂力输入奥斯卡体内 终于 奥斯卡继续迈出了前进的脚步 全身颤抖着一步步踏出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奥斯卡深吸一口气 他用尽全身力气 踏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步 一百零八 奥斯卡终于登上了那一百零八级台阶 我们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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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后 一百零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